强标剧情一上来就好高能啊 开局就死了四个人 被吓死了正邪副主席 被扔在排水区的黄翠翠 下水钓鱼被垫死了两个人 还有各种黑客势力的暴力行为 随随便便就单间勒索了黑社会 贪官把金桃藏在墓碑里 本来眼看着要追踪到重大嫌疑人 但是嫌疑人背后的势力 可能会把自己的饭碗都砸了 你如果想要 真的给金海做点努力的事 首先就要保证 咱们的帽子都被占人 真的全是高能啊 很兴趣到后面的剧情了